该在这儿 怎么见这了 不不不 不能再往前改了 那我和易奕咱们家就在这儿 唯一要让他们看见 那他出的了 也不会的呀 我 我要去他们邻居家 你能往前开一点 你下车走远不是不行吗 快去 不是你就开一点怎么 快快快 好吧 我就停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 好 等我十分钟啊 妈 妈 晓晴知道你最近身体不好 特意给你煮了鸡汤 这鸡汤啊 煮了五个多小时呢 伯母啊 您喝鸡汤 来 您 您尝尝 妈 你看味道可香了 您看味道可香了 您看味道可香了 您要烫死我呀 您怎么落木头啊 您 您吹一吹 您快过去 快过去 行 我是木头好了 妈 我跟你说了 我宁可跟数学体打交道 也不愿意来一下 可是你非要我来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我们又没请你了 妈 妈 能少说一句不行吗 我说了又怎么了 干吗 都这么大人了 当面说多难听啊 你快坐着 我去看一下 外婆 戴上头盔 小白 要把我带去等着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带手 好 躲了 出发 妈 小胖 你们在干吗 小胖 小胖 你干吗去啊 烦死了 小胖 那个 那个 罗伯已经十分钟了 我 我到底等不等你啊 啊 小胖 外婆 我们成功了 我带你突围了 那帮人烦死了 赶紧 带我逃远点 真的 您不怕 不怕 怕什么 一会儿我女儿 可能会追上来 赶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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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您坐晚了啊 走喽 哎呀 这个怎么办啊 这个怎么办啊 没事好好玩 好 你好 要帮忙吗 好啊 好啊 好 谢谢你啊 他这么倒霉 卸在这儿了 您稍等啊 外婆 您可以吗 您真棒 外婆 您这根本不像是第一天才会走啊 今天啊 我是自己起床的 他们来叫我的时候 我妆都化好了 真的 那么厉害 您慢点 外婆 那您干吗不让他们看看 您好的样子啊 这个惹石器 不想着赶紧跟小白脸分手 还想趁我庆祝康复的时候 把她扶上位 以为我是傻瓜呀 把我弃成这样 我得跟她搅和 您太可爱了 那她不是您亲生女儿啊 您不希望她好啊 你呀 不了解我这个女儿 实话跟你说吧 自从啊 那个窝囊废老公 离开她以后啊 她就成天地想着找男朋友 没有一个靠谱的 基本上呀 都是看着她的钱 我要不把财务抓紧了 她不知道倒贴出去多少呢 外婆 我也跟您说句公道话吧 其实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万一小王总这次走运了呢 就那小白脸 比她小那么多 能保护她吗 涂得什么呀 人家都说 年纪大了 得性格铁淡 享受平静 我从来都不喜欢那种平静 年轻的时候命不好 总在求生里挣扎 就想着做事 一天当几天幼 现在年纪大了 得点空了 可心里呀空落落的 不管管孩子管管家 还能干啥呀 要不是现在已经好了 我就折腾不了了 你说人不折腾 还活着干嘛 您说得对 生命在于折腾 你也这么认为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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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水平太高了你 我怎么感激你啊 你简直就是个活泪风 完全没事了 举手之劳 真是个好心人 你归姓啊 我 我姓林 我姓王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刚才看你把车开得飞快 怎么了 这车 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开车出了事 那才是大事 是啊是啊 我不是在追那摩托车吗 怎么他们抢你钱了 要是抢钱就没事了 她把我妈给抢走了 抢妈 对 那个我们家那 作妖的那个小管家 把我妈抱上车 你想那老太太 本来手脚就不方便 七十多岁的人了 那坐她的摩托车要出事 那怎么办啊 也许她就是想带老太太出去 抖抖风 玩一圈转 风够了就回来了吗 说得轻松 那哪是风啊 你看那摩托车那速度 那要出事可就不是小事 是这么回事啊 吓死我了 吓死你了 不不没没没没 那我 我 我就 好 好 谢谢啊 拜拜 怎么了 又怎么了 脚崴了 真那么倒霉 骨头有问题吗 没事 你活动活动 不行 活动 那还能开车吗 不能 痛死了 来 来 您慢点 慢点慢 慢 慢 没事吧 谢谢你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林总 小婷 小婷 你对这个小婿挺熟的 没 你怎么知道我住 住这儿啊 没有 我 我刚才好像听您说的让我左转了 小婷 如果感觉不好就上医院检查 你这怎么了 我摆了 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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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慢点 慢点 慢点 快快快快回进去 那我就 林总 你车停得挺远的 我让我们家司机送你一下吧 不用不用 不不 我就快走回去 就当断了身体了 好吧 谢谢你啊 快回吧 回 慢点啊 慢点 好 我进去给你推轮椅去吧 慢点慢点 我就知道 家里边放一个轮椅啊 没什么好事 你看我妈没坐 我倒坐上了 这是最瘦的 小婷 你在啊 你怎么了 我脚崴了 刃带拉伤 慢点 还挺严重的 慢点 当心 好 我都走 好 好 折腾死了 你看都肿了 没事吧 小婷啊 你怎么了 还生气呢 李洋 我知道啊 我没什么出息 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独立的人格 而且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 当然了 我们当然是平等的 但是你妈妈这样完全是在侮辱我呢 你说像这样喂鸡汤的事情 还要再发生多少次 她不尊重我 是觉得我是一个看上你家钱的小白脸 这太扣分了吧 你来旁听上我数学课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家里边有钱 也不知道你是个富婆 好 小婷 你能不能不说富婆俩次 我比你年龄大 经济条件比你好一点 小婷你应该知道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我不在乎你的年龄 也不在乎有钱没钱 但我在乎的是尊严是平等 可是你们家也太仗势气人了吧 小婷 我觉得你就别跟我妈计较了 她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她那个性都一辈子了 我也很难改变 对 你今天这样帮她说话 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为我的 一样 可能我们这段时间 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需要冷静一下 也许我们不合适呢 好了 不说了我先走了 再见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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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给我画过 笛卡尔的心情曲线吗 你说过 我才是最懂你的人 可是我听说 笛卡尔的心情曲线图 不是杜撰的 是假的 如果我们有缘的话 还会再见的 好 保重 再见 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今天课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老婆 走 老婆 你先等我一下啊 林小潘你挺机灵啊 把我密码都猜得着 你下回是个高难度一点的呗 你干嘛来了 帮我带她多练一下 不是这么狂野 来都来了 放个忙了 我们知道了 老婆 这是我的东甲 外婆 这个是我的闺蜜叫嘟嘟 她是这儿的教练 这么厉害 外婆好 那个 嘟嘟 你帮外婆锻炼一下呗 没问题 走 我行了我 没问题 我来一下 吸气 对 好 往下落 呼气 坚持一下 对 怎么样 我 我来试试 来 您自己来 走 晚上 吸气 抬 好 往下 吸气 没事吧 那行吧 那这样好 外婆 行啊 那我再来一遍 您再来 吸气 好 外婆 你可以慢慢自己试一试 好 这个也是帮助恢复我们的脚踝跟膝盖的 等您恢复好了 就能跟我们一起练健身操了 真的吗 没问题 我试试 嗯 可以吗 可以吗 来 好 这个好玩 太厉害了 明天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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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 妈 你可以走路了 妈 你可以走路了 你现在看到的老妈 不是瘫痪的老妈了 小潘 你胆子太大了 万一我妈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负得起责任吗 小潘没什么错 你别批评她啊 现在呢天底下只有小潘 不把我当老太太看待 我现在宣布 小潘啊已经通过面试 可以录用了 谢谢外婆 我 我去给您倒杯水 好 我早就说过 我那些病啊 都是休息出来的 再加上操心 刚才啊 健身房的那个小教练说了 人只要一过七十 就说明你的基因啊 经过了筛选 比任何人多好 妈 你可得悠着点啊 别太康奋了 回头啊 又累坏了 我呀 不需要你指点人生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进入自由王国了 我以为你一直在自由王国里呢 在自由王国啊 就得说真话 王一啊 我跟你说 我不喜欢小金 我也担心你 我觉得她是啊 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 所以你以后啊 别带她来了啊 我也不想跟她 装着什么和睦相处的样子 行了 行了 妈 你也不用再说了 我们俩要掰了 你们这么快就分手了 那这么说来 你们感情也没这么深吗 我不想再提这个话题 别误了 小龙总 您慢点 我给你推轮椅去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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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王一杨怎么了 好像刚才出去的时候 把脚给崴了 怎么会的呀 林大总管 您这是 您怎么来了 我要跟你说 我在高速工作上迷路了 一脚油门就到这儿了 你信吗 尴尬还都犯了 我也不信 你不是刚来这儿工作吗 我有点不放心你 怕你扛不住 这一看你果然没扛住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真的是 这从肉体到精神乃至一灵魂都用力过吗 太惨了 还好我有仙念之明 我把那个盐袋都给你带来了 你还会做真相活呢 你先别管谁做的 人不都说偏分治大病吗 把这个放在微波炉里一热 哪儿疼 敷哪儿 能输精活血 你别客气 以前你总帮我 我这也算是知人图报了 你别总说这个 搞得我特别想高的回答 你不用报答我 要是今天真的是惨了 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回去敷衍大 来 我缠着你 来 慢点 慢点 我跟你说 王家人真的不好做 那小心 小心 来 来 小心头 好舒服啊 受什么罪啊 系好安全带 不用看网络图 看他们家老太太我就知道 一家子狠角色 你斗不过他们的 你看那老太太 出了健身房跟没事人一样 你倒是先谈了 没事 我能用贪了腰的代价 来搞定一个东西 我绝对是赚了 没事 没事点 来 读读 读读 这颜袋我给她热了一下 你给她敷上 谢谢 感觉怎么样 舒服 反正啊 我劝你还是赶紧撤退吧 你今天算是误打误撞 混过去了 但以后怎么办 你仔细想过没有 万一那王家人很喜欢周知 又万一你碰见周知伟跟王诺图 轻轻热热的 你可怎么办呀你 保证冷静 我还真是对你不放心 佐飞 你也说他两句吧 我天天教育他 我都没词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支持小盘 这我捞了一晚上 全在衬托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呢 多多 你就别劝我了 怎么着 然后我也得把这个月撑下去 起码要见识一下 那个王诺图到底是和风神神 服 水土不服就服你 我先走了 你自己在趴着吧 不是 这腿还没按呢 我安累了 小盘 小盘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他们家人处得怎么样 辩扭不辩扭 怎么跟你说呢 我觉得这一天下来 我就像是在通关打怪一样 王家这三个女主人就像是三怪 外婆是大怪 王一阳呢就是二怪 其次就是那个王诺图 今天我已经搞定了大怪 其次就是要攻克那个二怪王一阳 以我对王一阳的分析 他有一点点的轻微洁癖 所以我要在我的管理下 让他们家窗名寄进 让他对我无话可说 他们家劲这么大 我能有个建议给你 你可以让那个老太太 多买点机器人 这样你就能省心了 不行不行 机器人他只能打扫那种大块的地方 像 像窗户啊 地板 但是往往就是在那种 脊脚嘎啦 那种拐脚处 喜欢积攒灰尘 对待这种洁癖患者 他们对的那种墙角 有出乎常人的观察角度 你也够不容易的 又要跟人斗 还得跟墙角斗 没关系 我可以利用华罗刚的统筹法 把平行和顺序的架务 安排好 先安排平行任务的计划 再一步一步做顺序执行的行动 可以了 可以了 我 我完全听不懂 但是我也只能说 祝你好运 一会儿我就会去陪园医 我先买这盐袋再给你热 谢谢啊 明天八点钟到那儿 九点钟的时候呢 就要打扫草坪 十点钟是游泳池 十一点准备午餐 外婆要在十二点半的时候 午休那我就应该在一点半的时候 准备下午餐 然后就 这个 这个光复啊 又催着让我回去 回日本呢 原计划我就回上海两个星期左右吧 我想只要见到小畔 我就回去 可现在这种情况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见到了他 那要看你自己怎么想的 我 其实在上海生活还是蛮舒服的 我就是上海人嘛 所以对于我来讲更习惯着 那当然 只是这也没有个亲人了是吧 实话说我连落脚的地方在哪儿都没有 其实我也理解我们都人到中年 自己一个人担着孩子也大了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留在上海啊 那毕竟是没有工作嘛 一个人他闲着忙着还难受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中介所不是正好买辆车 又没人开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坚持来 我当时就是这句话 只要你答应啊 我就在中介所 我我我扫地 当牛做马我都都行 没问题 而且全部免 免费 那怎么好意思呢 再怎么说也得要点费用 不不不不不 象征性的两三千也行 我不是客气 真的不用 我在日本呀 每个月可以挣两三万 我不缺钱 只要你能答应我 留在中介所 陪着 就这么地 陪着小盘 我知足 小杨 尽快擦啊 记得中午之前把那个花园的花消一下水 好啊 周阿姨 今天老太太要喝三碗鸡汤 算不可以下锅了 好 小杨 二楼老太太 二楼老太太卧室的窗里脏了 下午要洗一下 好 我知道了 这个 蓝姐 李先生 王总 你怎么来这儿啊 真是 这脚 对啊 那个 你认识蓝姐啊 对啊 对啊 我跟蓝姐是朋友 我 我也认识蓝姐 我明白了 我来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那脚好了 好点没 没有 今天更厉害了 肿了 人家都肿了 肿了 人家都肿了 肿了 肿了 越来越痛 比昨天还痛 对 你不是说热敷吗 这热敷一下子就 冷敷 你说热敷 怎么可能热敷呢 你看肿的 对 比昨天更痛了 这个不管什么时候 这要受伤完了 必须得先冷敷 热敷肯定要肿的嘛 那我记反了 我还是特意热敷的 你看肿的肿的 你看肿的肿的 对啊 越来越来越来 如果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热敷了 今天开始热敷 对对对 那我记住了照顾 霓敷 你俩认识啊 让你 我 我们见过一面 我晚上睡觉 王总 你今天来是什么事啊 我在旁边办事 顺便过来看看你 那你们 你们聊顿 一秒 小潘在你家做得怎么样啊 小潘 小潘这孩子 是比一般的管家 好像是不大一样 但是这孩子挺有个性的 倒是还算是聪明 不管怎么样 得到你们家的认可 王总啊 如果我们家小潘 在工作中有点闪失的话 我们尽量及时沟通好不好 好 这个林先生 他叫什么 林桑 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没什么工作 刚回来 那 临时在我们中介所 开开车 他 他是司机啊 也不算完全事事帮忙的 王总 你跟林桑是怎么认识的 有点儿怎么认识的 他叫李沉 你就跟林桑 你这么认识的 这个是留步 有点儿的话 所以我来说 fle 里面就是说 你不就去哪个人 哪个人 我去找你 告诉我 习惯了 董董 这就是你拒绝 大记者之后的收获是吧 我后悔了 我后悔没带你一块儿去 你不知道 那儿全是宝贝 可惜咱公司地儿不够 我才买了一千块 要不然 我全都给他买下来 你买了一千遍废话片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买手了 我告诉你 佐菲 我知道你偶像是王淑华 我也知道他是第一个 获得普利斯克建筑设计师奖的 但你不能跟他学呀 他就不是个普通人 你不懂 我做梦都想变成他那样 我常常想 我作为一个设计师 到底要的是什么 看见了他以后 我重新找到了我奋斗的目标 佐总 我这后悔是越来越发凉了 我告诉你 佐菲啊 咱们幼儿园项目 现在刚刚开工 事务所好不容易才有点起色 你可不能想一出试一出 游着镜子来 是 是 是 年累了一天了 时候不走 赶紧过去休息吧 你要是喜欢我就忍痛乖 送你一遍 不用客爱 太贵重 受不起你 挺结实的 轻点啊 快递 你好 快递 谢谢 小潘 是小姐的快递吧 放着吧 一会儿我送你去啊 不用了 小杨 我帮你送 谢谢啊 我可以送姐 房子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潘 小潘 小潘总 我刚才把快递给小姐送上来 然后随便看了演书下 好多商业类的书啊 对 我女儿是中欧商学院毕业的 她成绩很优秀 看得出来 小潘 你怎么能干 你想过没有 你又没那么能干 又不是很聪明 我们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你 可能是我比较和外婆的演员吧 所以你带着外婆 又骑摩托车 又去健身房 你知道吗 要换了别的人家 早和你玩命了 幸亏我们家老太太 还比较彪悍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介绍所的人都知道 我们老王家是个大魔库 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独特的基因 没有公式没有定律 也没有宇宙真理 我不需要对别人的家庭进行评判 我只是要做到 找到运行家务时的钥匙 你这句话说得挺好的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你别以为搞定了外婆 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老王家有三个女人 各有各的风格 都是大老板 谁都不好惹 你要掌握好节奏 保存好体力 能打通关 谢谢地形 我明白了 小王总 您这脚崴了 我一会儿给你做一个深度的按摩 保证你明天能好很多 来 好吧 今天是我正式任职的第一天 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现在请外婆做总结 要是在以前啊 我总能挑出点毛病来 今天你们做得都不错 我心情也很好 不说了 下班 谢谢你们今天的配合和支持 要是我有哪儿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们就告诉我 我会改进的 没有 好厉害呀 那我们就解餐 别 别这么着急跟什么 你先给他们打个电话 好 小潘 我们都到了 你赶紧出来啊 走了 不是 你 左飞啊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这 怎么 怎么了 被人截胡了 谁啊 左飞啊 左飞 就小潘上一个东家 对 小潘还说了 说以后都不用咱们接送他了 他自己可以的 我看咱们要是彻底下岗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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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 左飞 这有什么情况 小潘啊 你可别嫌我序了 这身体是革命的本贱 没身体啊 什么都谈不上 还有这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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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你怎么把它擦了 小胖 擦了 完了 你把它给擦了 你知道这是我做股票的K线图 我画了一个晚上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好了 我也想说一声没关系 可你知道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 你知道你这样做事是多么思以为是吗